事实上我告诉你 不是只有六道 是有无量无边道 无量无边的空间嘛 无量无边的业力 所以讲四大地水火风 是讲四种元素 众生常常要受用 比方说要受用嘛 你呢 对不对 每天要喝水嘛 对不对 第二个呢 你要是很冷啊 跳下去游泳啊 觉得很冷 你第二个起来要取暖嘛 第三呢 你觉得三餐过了 哎呀我肚子饿了 要吃一个呢 Vegetable hamburger嘛 把你下午呢 没办法开会嘛 所以你总是要 让肚子呢 不能空啊 所以众生 其实在这个世界呢 听好 不是单一生存的 它要靠很多的人 事物 你才能够在这边生存 所以你要感恩的是 非常的多 所以你要欢喜的 做失乐者 也要帮助别人 今天你没有这个国家 没有你的父母 没有你的朋友 你一个人看看能不能活到 很好呢 假如每一根都像 鲁宾讯漂流记一样 漂到岛上的话 当然你会很酷的说 嗯师父我也活得下去 但是我告诉你 你心中还是不会快乐的 为什么 你没有人跟你聊天吧 对不对 你说 我很酷 我就是不聊天 我跟你讲 你自己跟自己 都可能会吵架 对不对 人呢 还是喜欢被关爱别人 也被人关爱的 所以我们需要很多很多的条件 才能生存 十二 菩萨未立身 舍离自乐因 事故比一切 赐佛或供养 为什么很多很多的菩萨 在进佛国土 不管在释迦牟尼佛的净土 弥勿菩萨的净土 我东方药是佛的净土 我阿弥陀佛的净土 当他证悟的时候 已经毕业 PhD的时候 他一定会 倒架此行 广度众生 为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他在没有修行之前 他在无量节轮回的时候 受过很多众生的恩 当他证悟的时候 他有神通 就会看到无量节 原来我哪一世的爸爸妈妈 现在在天上 我有一世的弟弟 哎呀 真混 现在堕落在地狱道受苦 无有一世的妹妹 真是辣妹做太多了 现在变一只牛 你有神通 你看到他们的时候 你就会起悲心去帮助他 所以菩萨一定会 倒架此行的 所以纵使我往生 我西幻的极乐净土 当我证悟的时候 我一定会倒架此行的 因为所有的众生 对我都曾经有恩过 这是真真实实的 这不是说 有些人要跟我换条件 那你会说 哎呀 师父 众生难度啊 现在就这么难度了 到架此行 那不是更难度吗 你不要怕 那时候度的时候 就像千江游水 千江月 你的本尊 还是在佛国土 继续修行的 所有的世界的化身 跟六道轮回 就像月影一样 佛力会加持你 你的功德力是够的 你那时候绝对能够度众生 不会被众生度佐 但是先决条件 你要争到不动地菩萨 八地菩萨 你呢 不会受境界而影响 昨天讲菩萨有很多类 你一定要修到不动地菩萨 听好 纵使你上身都在内院 跟弥勒菩萨 你也要跟着弥勒菩萨学 举个例子 中国有好几个祖师 上身都在内院的 第一 谁 寻装大师 第二个 窥姬大师 第三 民国时代的谁 虚云老和尚 虚云老和尚也弘扬 阿弥陀佛 对不对 他度不同的众生 但是呢 他还是愿意见弥勒菩萨 为什么呢 他跟弥勒菩萨的缘比较深 窥姬大师要往生的时候 说了一个祭送 十方诸国土 还是弥勒内院好 因为他发愿 生生世世跟弥勒菩萨 所以这是原的深浅不同 而不要去批评 跟分别毁谤 那像弥毅大师呢 他发愿 生生世世跟阿弥陀佛 但也有千百亿化身 生生世世的跟着呢 地藏王菩萨 对于我呢 十方诸佛谷 还是极乐世界好 对不起啊 所以不过你在其他的佛国土 还是可以看到到我的 所以我想的 我的戒凶将来的 药师净土的话 我会坐着大宝莲花 也去看药师佛 也去供养他的 第十三首寄送 请看 佛及佛之鱼 皆从初心出 事故诸菩萨 赐佛后供养 佛以及一切佛之鱼 就是除了 当然佛是究竟圆满 但是除了佛以外的圣人 像菩萨 声闻 圆觉 等等的 包含 初发不音菩萨 九发心菩萨 正悟菩萨 这些无量无缘的菩萨 都是从初发心里面 而产生的菩提心 无量的功德 我们都应该供养它 好 这里是一个段落 所以这个并不难 对不对 好 接下来请看 补充资料 这是讲义上没有的 所以我们复习一下 对于礼敬诸佛 对上的人要礼拜跟虔诚 对下的众生要有尊敬跟感恩 注意 菩萨广度众生 但他对众生很恭敬 很感恩 今天你求观圣音菩萨 好好念大悲咒 或念观音圣号 观音菩萨帮助你的 观音菩萨说 老兄 我帮助你啊 你要来还愿啊 不会 观音菩萨会感恩你 为什么 因为你给他机会 更圆满他的悲心功德 这是佛教跟其他宗教 不一样的地方 注意听 其他宗教你帮助的话 是要谈条件的 他对众生是产生傲慢 轻视 瞧不起的 请看 恶鬼道的众生 在六道里面 以众生来说呢 恶业呢 是他的业力显现 我们呢 最近有几位联友跟我说 很殊胜 但是呢 这个道场里有骨灰塔 经过的呢 听到一些声音 不要紧张 他是来听经的 在幽民问答录里面说 鬼啊 住的地方就是他的坟墓 那有些众生很执着 所以执着骨灰就是他的家 所以当你听到一些奇奇怪怪的声音之后 你不要怕 你要伸悲心 为什么 业力才会驮回到恶鬼道 那 若没有缘的话 你是会碰不到他的 但是你说 悲心帮助他 看这张幻灯片 佛菩萨呢 他以他的业力来讲 他是不用到恶鬼道 所以在地藏菩萨本愿经里面呢 这个 光木女 问无毒鬼王 我为什么会来到这里 他说有两个 一个除了业力 一个是怨力 对不对 所以他因为孝顺父母啊 感动了孝顺他的妈妈 为他做功德 所以他的怨力 可以到地狱恶鬼出身 同样的 这个幻灯片是说 菩萨不舍一切众生 所以看到 那个圆圈是佛 佛的右上角 做云来的就是菩萨 所以他赤现到恶鬼道身 去帮他 当然佛菩萨 度众生他有神通 所以他会献他能接受的身 第二个畜生道 畜生道是我们可以看得到的 鸡鸭狗猫种种的 对不对 佛菩萨也会化身为狗 猫跟兔子 这是真的 所以各位 当你碰到流浪狗的时候 也不要轻视 因为佛要度狗 他一定变一只流浪狗 他狗跟狗才能沟通 到时候那你说 师父 我没有学佛之前 吃了很多狗肉 怎么办呢 他说阿弥陀佛 你要忏悔了 但是假如 你是真正的 是一只狗 假如他真的是佛菩萨来判 我告诉你 在他杀之前 他会自然死 他先神事离开 所以你杀的话 也只是一个尸体而已 而不会杀一尊佛或菩萨 因为杀佛或菩萨的话 业是比较重的 知道吗 所以佛也为了度出生道的众生 也视线出生生 你看动物的真相 则在我印度拍的牛 他每天都说 动物到出生道的时候 就是两个问题 每天吃生存 还有每天交配繁殖 所以众生是很可怜的 所以有时候我看到 可怜的动物的时候 我生起悲心同时 我会帮他归 跟他念佛念咒之外 我同时也会感恩他 为什么 哎呀 我多信任啊 多幸运啊 我没有堕入出生道 我做一个人 我还可以听闻出家 闻佛法出家 我蒙佛菩萨加持 还可以到全世界 十八个国家 我多有福报 我应该感恩啊 对不对 所以我会发愿 希望这个呢 他能够解决他的业力 来生投胎做人 我来生投胎到净土 净佛国土 继续修行 接下来你看 轮回是真的很苦的 各位有没有想过 众生总是自相残杀的 这个是我在台北一个海边 右边是一个白露丝 左边是一条鱼 挺好 很多人都钓鱼 没有学问 都喜欢钓鱼 为什么 无聊吗 杀时间吗 kill your time yes you kill your life two 你也杀生啊 你也造恶业 可是这些人啊 很难度的 你跟他讲真话 他不相信的 可是事实上啊 你看这个就是呢 在钓鱼的人呢 那他钓到鱼呢 死掉了 他就丢在旁边 那鱼死掉以后什么 白露是肚子饿啦 自然生存啊 他就会飞过来吃啊 所以假如你投胎呢 是作为狮子的话 那你是业力啊 你就要吃肉啊 假如你投胎做绵羊的话 那不错啊 吃草啊 可是呢 很可惜的 他们都是畜生 众生总是呢 为自己的利益相互残杀的 再看 人类也不放过动物的啊 这我在印度朝圣的时候呢 这个印度教的人 帮两个猴子 对不对 他一跳的时候 啵啵啵 猴鹿就在跳 猴子已经跳了不相信 他打他一边 啪啪 再打 然后你就看 你过来就拍照 对不对 他就说 嘿 Don't go You make a photo Mo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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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候不要给他钱 为什么 你给他钱以后 他会继续再打猴子的 众生是很残忍的 其实所有的众生里面 最残忍最有残忍的是什么 人类 可是人类当中啊 也是所有众生 最有智慧 有善根的 那就不一样 所以佛陀是现在人间成佛 人类也会利用动物 而得到魔力的 你看吧 对不对 这是我们要走的时候 嘿 他又来了 他每天都来 对 为什么 他要得到钱 接下来再看 在你行菩萨道之前 在这当中 先要几个条件 这是补充资料 先请看 然后待会才会讲 二十六页的第五行 大致多论讲 行菩萨道有三个条件 在这个讲经文之前呢 我有几个建议 第一 要有智慧心 展现你慈悲之前 先要有智慧心做引导 听好 不是光慈悲就好 慈悲先要有智慧 否则叫烂慈悲 我真的 我的介兄传疑法师说的 他说慈悲慈悲 要我讲清楚 他不是慈悲 慈是那个慈器嘛 对不对 他把它改一个字 慈器的词打下去 所以他说掉下去就会破 所以他不叫慈悲 叫钢悲 我看 也可以叫玻璃悲 所以可见呢 你要做之前 你要想我是害他还是帮助他 现在这个社会 我们都喜欢做慈善事业 做donation 但是狡猾的人 也会用人的测影之心 跟宗教徒 骗你的钱 骗你的财 骗whatever whatever they want 所以你要捐款之前 要确定是他钱 真正到哪里去 这是真的 不单单是佛教 而且他所得到的钱 是不是真正去做利益众生 你有权利去调查或了解 所以慈悲心 之前你要有智慧 否则慈悲会被人家利用 第二个 修学慈悲观的人 因地要先学 要清净心 有些人心清净 有人心是染污的 第三 所缘境的大小不同 第四 他的心量不一样 第五个 他的怨恨也就不一样 这五个 你可以操一下标题 我待会会讲 请看 清净的心 很重要 我们佛教常常用清净的莲花 出污泥而不染 莲花注意 若把它剪下来 供在佛边 擦着干净的水瓶 三五天就泄了 可是你会发现 什么时候莲花最香 在越肮脏的泥土 养分越多的地方 这是毕与我们的心 要真正在滚滚红尘里面 去磨练 你的功德力才会大 所以大创菩萨道 有一个特殊的地方 是不是离开人群 而是要在人群当中 模拟的布施 持戒 忍入精进的 接下来 所缘境大小不同 不要有种族的歧视 你看 这是我拍的 在印度里面 有很多不同的种族 现在印度也接受 全世界不同 西藏 布丹 尼泊尔 也有印度人 也有西藏人 不同的种族 再看下一张幻灯片 所缘境的大小不同 你关怀的可能只是 几个人 几个众生 可是呢 你要关怀 无量无边的众生 这是不容易的 有些人对佛教徒很好 但是碰到外教徒的时候 他就没有悲心了 第四个 心量的大小 就像大海里面的鱼蠢 你看这么多的鱼蠢 都他的业力在一起的 所以今天大家会 生在新加坡 是真的过去是 修过很多的 善根福的音源 今天会在同一个道场听经 我们过去里面一定有缘 只是你不知道而已 你忘记而已 就像大海的鱼 你没发现 都是一群一群游的 同一类的人嘛 业力相同啊 对不对 所以每个佛教团体 都有他的制服啊 对不对 最后最殊胜的是佛陀 他的悲心 心量 是为广大 无量无边的众生 这支阵是 释迦摩尼佛说法图 西藏佛教的壁画 佛为天上人间六道无量无边众生的说法 所以听好佛教度的不是只有人 他度其他一切的众生 佛也会为龙王而说法 为什么呢 因为六道众生的根源是我们要 转换我们的贪嗔痴 在这次六道轮回图当中 里面的鸡代表我们的贪 鸡嘛嘟嘟嘟嘟 看到什么都贪 好吃不吃都贪 好吃的时候他吃进去 不好吃又吐出去 然后就嘟嘟嘟嘟嘟嘟嘟 蛇Snake代表什么 称心 对不对 你看到蛇的时候你就会怕 为什么 称心太强 假如这个人脾气很大呢 假如脸有脸有之间 一听到名字赶快走 对不起我肚子痛就跑到厕所了 所以假如人家看到你就跑的话 那样反省自己 为什么 可能你称心太重 悲心不够圆满 猪呢 是什么都吃 糊里糊涂的 咕噜咕 吃饱睡 睡饱吃 代表鱼吃 就因为贪嗔痴 所以让我们六道轮回 那你看到这个图 右边是黑的 左边是白的 是叫什么 中阴声 四种中阴或六种中阴 在外面画一点是六道轮回 在最外面的一圈是什么 十二阴元 所以在轮回你不能升起强大的这个决性的人呢 请你能够常常观六道轮回图 所以总结讲到这里一段 心很重要 不要小看你心的力量 举一个例子 一杯水为力 为心所变 为事所现 这是我补充的 在天人看到啊 一杯水啊 是甘露的 可是呢 在我们人间呢 看到就是普通的水 我们喝水 对不对 你有没有想过 以前人绝对没有办法想到 我们还要买矿泉水 你有没有想过 十年二十年 可能我们要在7-11去买一个氧气 试一下 好上班吧 因为空气污染了 对啊 你以前怎么可以想象到 十年二十年有个mobile phone Hello 对不对 谁死都可以打的 对不对 可见环境是变化很大的 你现在告诉老人家说 哎呦 喝水还要付钱 那不是笑死的人吗 可是现在大家都是这样啊 为什么 环境不一样 所以这个时代的人很重视环保 以前我那个时代 没有听过叫什么环保的 为什么我们人类制造太多的垃圾了 对不对 现在还要买水喝呢 对不对 那以将来不知道买空气吸嘛 对不对 所以业力不同 出生到比方说鱼 他见到的水 全部的水呢 像海里的鱼 鱼啊 全部的水就是他的家 接下来 恶鬼道看到的水啊 就是像污垢的浓血 所以为蒙山失食的时候 要放蒙山 就是破除他的业力 或者他喝下去的水啊 都会变成浓血 再来地狱道的人呢 是蒙火 还有地狱所见到的众生 是滚烫的热水 所以为什么蒙山失食的时候 注意规定 过了傍晚 以后蒙山失食的时候 法师来讲呢 他是不可以喝水的 因为你桌上若放水的话 幽冥界众生啊 恶鬼道是看到的是浓血 地狱道的是看到热水 他是不敢进坛城的 他有他的理论 知道吗 有些道场会注重 有些道场不注重 这个只是我是提醒而已 所以可见心的力量很大 好 接下来看三种条件 二十六 大师多论说 行菩萨大有三种条件 一 智慧门 代表般若空慧 要学着观一切法空 二 才会有慈悲门 广大慈悲 第三 善巧方便门 也叫做方便门 你的瓜胡可以写一下 叫做方便波罗蜜 这样你会比较好懂 智慧 慈悲 还有善巧方便 在大师多论里面 也讲出三种慈悲 看讲义二十六页第九行 第一个众生原词 第二个法原词 第三叫无原词 无身心的病 原当动词 依靠 或所原 依靠众生而产生的这个慈悲 叫众生原词 注意听这一段是很重要很重要的 第二个法原词 依靠真理而产生的慈悲 compassion with reference to reality 具体的讲人无我跟法无我 第三 无原词 听好 无原大词 同体大悲 就是这个原 compassion without reference point 或叫做 without any condition 没有条件的 这三种词悲是最重要的 请你把它背起来 这个对你修行很重要很重要 请看幻灯片 诸佛如来 以大悲为心为体固 第一个具体的举例 牵手牵眼观世音菩萨 所以在十方佛国土当中 没有一个人不修观音法门的 因为它代表诸佛的大悲心 他对三善道的众生 也生起慈悲 众生原词 请看第一 以下这个灾路 出自于刚波巴大师的大乘菩提道次第论 第一个 他要原响众生 就是看到众生很可怜 他觉得很可怜 生起了悲心 我讲经理常常讲过 你要想什么样的状况 会让你生起悲心 你看到断手断腿的人 在街上爬 而跪下来跟你要钱 那一幕呢 会让我最留起悲心 因为他已经很可怜了 对不对 你应该给他鼓励 给他一块新币 两块新币都好 当然要确定他是真的 在台湾 有时候我们很多很多的地方 都有很可怜的人 我们的社会制度还不是很好 不像新加坡 政府很有福报 标榜了 没有人不会没有工作 没有一个人 不会没有政府主屋住 对不对 你们是不是这么讲了 对不对 所以各位是有福报的 可是你要在其他的国家 印度 尼泊 或是在落后的第三世界的国家 死的人啊 觉得在街上啊 没有人理他的 但是他的夜同时 但对菩萨来讲 甚至他修悲心的一个重要条件 第二个 初发心的菩萨 要具足的慈悲 初发心菩萨先学 声缘词 就举一个例子 For example 像mother 你的妈妈 妈妈对自己的小孩 一定很慈悲的 而且她没有条件的 然后呢 但是妈妈对别人的小孩啊 她又看条件 这是我阿姨的啦 我弟弟妹妹啦 我帮她带一带 左边有缘的邻居帮她带一带 隔壁那家啊 常常最讨厌我的 我不要帮她带 所以可见妈妈的直辈 她还是有分别的 知道吗 是有差别的 但是听好 这个我多说几句 没关系 我继续讲 法师说 今天可以讲一点 晚一点 因为我把它讲一个段落 可是问题是 当我们告诉 这样的现代 羊犬的Ration 要孝顺父母的时候 他会告诉我 师父 我的爸爸打我 我的妈妈贩卖我 对不对 强迫我做很多不好的事 我为什么还要对他好 我告诉你 那是你的业 这是要告诉他 应该分两层 爸爸妈妈的本质 还是很好的 你要告诉他 妈妈实业怀胎 不管怎么辛苦 还是生下你了 可是呢 爸爸妈妈对你不好 是你过去的业 所以你投胎到不好的家 你要欢喜去接受 希望将来你长大 生娃娃的时候 你要更对孩子好 所以本质上 父母再坏的父母 他都有佛性 要肯定 但是有些现在的暴力家庭 violent parents 真的社会很多 台湾也有 也可以报警 也可以请社会局 中产事与国家来处理 但是呢 我觉得那是因为呢 爸爸可能压力大 喝了酒 妈妈遇到困难 所以他脾气才不好 但是他毕竟本质是爱你的 所以你要教 young generation呢 要感恩 不要呢 再做同样的错误 这一点很重要 我只讲到这里 看这里 这是我在印度的时候经过 被丢在路边的小孩啊 苍生苦尽 哪时修望 所以新加坡的灵友 真实说 你们已经很有福报的 你们还不至于在路上呢 看到丢了被写一个小朋友吧 就算现在很多呢 小朋友做单亲家庭 或单亲妈妈 生了孩子的话 起码也会任养 不会像印度丢在那里 我看到的时候 我流眼泪了 对不对 不过这小朋友还不错 有衣服穿 我那时候动了一个念头 我可以把他抱回台湾 不行 Illegal 因为他没身份 No ID卡 我也不知道哪里去帮忙 最后我只能念佛 祝愿他 将来呢 他一切离苦得乐 我将来成佛的时候 再来度他 我现在没办法 但是我起码祝愿他 接下来 在圣地里面放生 所有的众生放生 是要起你的慈悲心 而不是做生意 这很重要 所以清静的放生 也是慈悲观的实践 这是我们到了 苏加他 Temple 就是呢 泥连禅河的时候 看到很多很多人 佛教徒都要做功德 他会拿鸟 跟鱼啊来卖 听好 不要给他们骗 价钱不要太高 有时候卖你一条呢 一条啊 一只鸟啊 心币五十块啊 终生真的很贪 其实那不到两块啊 你要跟他杀价 对不对 你就一直杀 杀到他肯 不然就 No business in this Go 我那时候呢 就看到鸟 那卖鱼呢 你知道吗 我们这边放啊 下面拼命捞啊 哎呀 所以呢 我呢 看到卖鱼的人呢 其实是很多鱼 他价钱开很高 我就看到 Sorry I have to say that Please go 对不起 哎 他说你是师父要慈悲啊 我说你叫我慈悲 那你怎么不对他慈悲呢 我说这是生命耶 This is life耶 Not only mo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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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打他的头 我说 Can I sell you out 我可以把你卖掉吗 他说No no no 我说That's right 所以最后我谈到价钱 那我们的学生也谈了一下 这些鸟呢 我们可以接受价钱 因为 杀到最便宜 一支新币五块 一支五十块开价 被我杀到五十块 那你说师父你不是现实 不 有些众生就是要这样刚强难化 所以补一句 为什么西藏佛教会有很多愤怒本尊 就是这样 有些众生你就是要这样教训他 但是我内心里并没有起慈悲心 反而且怜悯他可怜 身在圣地 对不对 不知道佛法 想尽办法就是要钱还伤害众生 而且我鸟这样一放的时候呢 我还要注意他 我不可以一转头哦 你又去抓 假如这样的话 我会拿棍子回来打你的 我用英文翻译 我叫印度 我们的导游 用印度话告诉他 我说三次 不可以我一走 你知道一走的时候 对不对 小朋友立刻网就网起来了 下一批 another business 所以各位真的要发愿 众生无边试愿度 好 看法原词 法是指真理 请看幻灯片 这些都不在你上面 所以这样你才会专心听 你可以抄笔记 这出自于刚波巴大师 菩提道次第论 法是说你原真理 法理而产生的慈悲 比如说 已进入菩萨型的菩萨 从初地菩萨到八地菩萨 都叫法原词 他所具足的慈悲 就像example teacher 老师教学生 他一定依照他有道理 他今天为什么要处罚你 一定他有道理 他不会乱处罚人的 所以菩萨要依道理 去教化众生 而让他产生广大慈悲 请看下面 动物之间也有慈悲的地方 这张我是在达伦萨拉拍的 有一天我们去法王的大招式 去绕他 好不容易呢 天气很冷 冬天的时候我们拍到 两只猴子在那边干嘛 我抱着他 你抱着我 相互抓跳蚤 可见所有的众生 残忍的同时 也有相互慈爱的真理 动物之间 这表示这两只呢 是有缘的 对不对 可是你也有看到哦 当我们拿面包喂猴子的时候啊 有时候比较凶狠的猴子 咬小猴子 我就说 那我会说不可以 所以我们那时候很聪明 要分好几组 喂大 先喂小的 因为小的他抢不到嘛 但留最后一包呢 才喂大的 猴子里面也有猴子王的 有时候他一来呢 站在那边呢 很肥 然后屁股 红屁股一叉起来 全部都走光了 哎呀 众生难度 可是说明了 众生跟众之间 有缘的话 也有他慈悲的真理 这叫法缘词 依真理 像老师一样 无缘词是什么 离一切缘想 离一切缘想 简单讲你瓜糊 离一切条件 就是不管你对我有没有条件 我真正能帮你的时候 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啊 大悲观世音菩萨就是这样 释迦牟尼佛就是这样 一切诸佛如来 都是如此的 他从来呢 不会从众生上得到回馈 会报仇的 no any feedback 所以他是已经 正入了八地 不动地 无身菩萨 无身法忍的菩萨 所具足的慈悲 比方说谁 医生跟护士 这些举例都很好啊 注意可以记下来 譬如说现在一个 car accident 对不对 现在进医院里面呢 加护病房 emergency department 突然进来了 断了一个手 他是断了一只手 或生病了 对不对 不管他好人坏人 医生护士都得救 他不能说 ok let me check your ID card 你是黑道 哎呀 我恨不得你死 我们不救你的 这样你会被人家上诉的 对不对 医生的目的就是要救生命 不管他是好人 坏人 各种状况 你要尽你所能的去救他嘛 对不对 对不对 没有分好人坏人 同样的听好 佛教徒也是呢 不管好人坏人 我们都要帮助他 或许你遇到坏人的时候 你会有点不舒服 但是你要想 他也有佛性 我今天帮他 度了一个人 可能可以救千千万万的人 所以在这里我也呼吁一下 我这辈子一直有一个愿望 没有福报做成 没有关系 来生我会承认再来 我看了很多很多的电影 很多的世界 很多人 我觉得呢 来生啊 来到这个人间的时候 常常因为童年很不幸 家庭暴力 或是性侵犯 或被人拍卖 或是贩卖 一辈子啊 吃了很多苦 他很恨人类 当然是他的业力 没有跑的爸爸妈妈 不像在座呢 新苗班 对不对 新智班的福弟子们 都有很好的爸爸妈妈妈 所以他来人间呢就已经很苦了 第二个他很恨别人 从来他也不相信别人 没有人关心过他 那我觉得假如 佛教在做这么多的 这么多的善事的时候 是不是应该做 佛教育幼院 现在不用孤儿院这个词 因为孤儿对他来讲是很看低的 佛教育幼院 也不要用感化院 因为呢 难道我就比较差吗 要给你感化吗 佛教育幼院 就是教育他 给他一个机会 与其你一直惩罚他 骂他 关他 你不如给他一个新的机会 让他知道这个世界呢 虽然很多人不相信你 但我相信你 为什么我们佛弟子相信他 因为你有佛性 我愿意帮助你 无所条件 当然这个当中 他也可能变成troublemaker 相信你了 偷了你的钱 下次又骗你了 欺骗你的感情 几乎到呢 全部呢 你都给他放弃 I nearly give up you 他说 Please forgive me Give me another chance 请原谅我 请给我新的机会 那你该不该给他 应该给他 因为人都会做错的嘛 你知道吗 你给他一个机会 他可能终身难忘 有一天他可能将国王 当部长 所以一个manager 他会救很多很多很多人的 因为从来没有关怀过他 所以我觉得我正式呼吁啊 我不一定有这个功德 把我真的悲心 跟大家分享 假如你是老师的话 你应该发心做佛弟子 这样佛教班 应该见佛教育又愿 可以让他跟那生团一起生活 不要强迫他出家 假如将来他结婚了 做一个好的佛弟子 有很好的儒化 儒法的佛化家庭 我们也要祝福他 当然有些善根比较好的 要愿意出家 那我们也鼓励他 那这样的话 你想看 有一个很好的佛教育又愿 凡是所有来的众生 都给他一个希望 那通过这个机构 是不是将来要出 更多更多的人才 人间才来有 更多更多的人间菩萨呢 同意我的建议吗 谢谢 我虽然有广大的愿心 但是福报是真的不够 我可能自己都养不活自己了 但是我真的有这个愿心 我发愿我做不到 我登到动地菩萨的时候 我一定会成愿再来 搞不好做呢 international的 这个佛教育又愿 因为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好 看 大海中的云云众生 都是平等没有差别的 所以你听了佛法 你才知道 你看鱼跟以前 你没有听佛法 你看鱼的角度是不一样的 接下来请看26页 第13行 入中论 入中论是一部很重要的论 作者是月称论师 请看幻灯片 在印度里面 都要是跟人家辩论的 所以你要深入境障 智慧如海 否则佛教徒 比不够外道的辩论的话 佛教是会被时代给淘汰的 接下来 入中论有很多的著书 最好的是 中科巴大师的 《善写秘义书》 这是故宫的中科巴大师 中科巴大师也很了不起 他是文殊菩萨的化身 也有甲朝节跟克主节两大计子 所以请看甲丙一总赞大悲 第26页第16行 这两首寄送非常重要 我在讲义里面是用框框把你画起来 表示这关键词 请看幻灯片 我用颜色 紫色的是指对象 声文 声文就是像佛的弟子 声文 对不对 佛的圣弟子 声文是从哪里呢 佛能王 佛能王就是指法王 他是从声文听到佛 讲经说法 苦极灭道 他才修持的 所以声文 是从佛底下而产生的 那佛从哪里生呢 刚才说 阿罕经讲 释迦牟尼佛过去 本身经有很多故事 诸佛啊 他是从菩萨而产生的 他过去生里面 是做过很多很多的菩萨 九色路里面 故事里面这样 他也是菩萨 所以可见呢 要从哪里生呢 要从菩萨行去做 那菩萨有三个条件 刚才说过 佛是佛 那菩萨又叫做一个佛子 所以他叫佛子音 菩萨的音地要有三个条件 大悲心 无二慧 跟菩提心 把它记起来 二十六页 二十六行 大悲心英文翻成 Universal Compassion 注意不要翻成 Big Compassion 这不是Big or Small 是Universal 第二个 无二会英文叫 Non-dual Wisdom 当然有人翻成 Ultimate Wisdom 出世间的智慧 可是这里讲无二 是指Non-dual 没有能所的对立 没有Subject And No Object 第三个 菩提心 Bodhicitta 梵文翻成英文 The Mindfulness of Enlightenment 所以可见这三个条件 是菩萨要修的音 注意 这就是我们要知道 我们每天在种 是不是种这个音 看第二首寄宋 这个悲心的本性 在佛的时候 会成熟广大的果实 就像刚开始 你要种下一个种子 接下来用水 阳光 水分 种种条件 当因缘成熟的时候 它就会开花结果 你就成熟了 可以摘水果 所以所有的音 有三个音 大悲心 无二慧跟菩提心 那在你要升起菩提心之前 要学什么 要学广大的慈悲心 当然一下子要你广大 不容易 但是先学刚才讲的 众生原词 法原词 再名无原词 它是一步一步的 当你越进步的时候 你的心量越大 你度的众生越广 你证悟空性的道理 也会越深 好 请看下面 顶一 明大悲心是菩提之正因 悟一 明二称从佛身 所以佛要叫法王 或能王 它可以产生生文跟原诀 这里讲二称 悟二 表示诸佛从哪里生呢 从菩萨身 菩萨是因叫法王子 或叫做佛子 慢慢慢慢修 就会成佛 所以佛教跟其他宗教的不一样 最大最大的不同 有很多是呢 佛教每一个人都能成佛 可是其他宗教呢 不见得每一个人可以做上帝 其他宗教不一定每一个人 都可以做所谓西法神的 请看下面 所以悟三 说明正式说明菩萨的三种正因 是大悲心 无二会 跟菩提心 所以丁二科叛 这个科叛都是入中论 善显秘书 宗科叛大师叛的 说明比 这里的比就是指大悲心 大悲心是所有菩萨道 余二因 余二因就是另外两个 无二会跟菩提心的 真正的究竟根本 好 我看时间差不多了 就讲到这里 所以讲一个故事 释迦牟尼佛因地 所以 这三个请背起来 我想这是讲座 讲到这里一个地方 那将来下一次讲座 十二月的时候 我会继续从这里讲 所以下一次没有听经的人呢 我希望先把这一次四天的讲座 要先听好 这样的话我才会继续讲 然后不然就是一直要重复 我觉得这样浪费很多宝贵时间 那你要知道 讲了这么多 那我们跟佛菩萨有什么不同 差别在菩提心 无二会跟大悲心 尤其是菩提心 举个例子 释迦牟尼佛在因地的时候 有一次他当过九色鹿 大家都知道九色鹿的故事 现在很多有DVD啊 还有儿童的这个VCD 释迦牟尼佛有一次当鹦鹉 鹦鹉呢 结果呢 森林中产生了大火 在森林里一大火的时候 你知道这一烧啊 全部的人啊 就赶快青黄石座要跑 可是这时候释迦牟尼佛啊 他不跑 为什么 他知道我虽然有翅膀啊 可是这样大火一烧啊 天下呢 底下的所有的虫子怎么办 那些蛇怎么办 对不对 那些跑不动的怎么办 或是那些怀孕的那个动物怎么办 所以所有的动物呢 都往了没有火的地方开始跑 可是这时候释迦牟尼佛啊 他没有跑 他发了一个怨心 我要扑灭森林的大火 他发了这个心以后 他是一只鹦鹉王